这次乡复兴社区发展协会的总干事 同时他是农会的常务监事杨清茂 他高龄88岁的母亲 在10号骑机车外出之后就没有回来 失踪三天了 社区的民众和警预销货报之后主动加入协巡 而昨天在光复乡第四公墓附近 找到他所骑乘的摩托车 不过还没有找到老人家 而在今天包括了警销还有全村都动员来协巡 杨清茂他很感谢 也请社会大众能够帮忙留意 11号当日警销就在光复乡第四公墓附近 巡获了四周两天的阿嬷 当时所骑乘的摩托车后 家人与协巡警销人员实习大增 今天一早就锁定范围 并触动空拍机空中征搜 展开地毯时搜寻 很高兴 有这个机会 真的要诚挚地拜托大家 就是我妈妈 她现年已经88岁了 在10号下午骑着摩托车 来到我们大户这边 人就走私了 目前她整个 我们搜寻了两天多的时间 一直都还没有搜寻到 陆志香复兴村社区发展协会总干事 也是农会常务监事的杨清茂 她高龄88岁的母亲 10号骑乘机车外出后违规 至今不见人影 家人当天也即刻报警 第二天在光复乡大副公墓旁 发现母亲的机车 不过人连同机车钥匙却不知去向 母亲失踪至今第三天 杨清茂也肯托社会大众帮忙协助留意母亲的下落 她已经目前已经88岁 长得差不多在150几公分 还不到160 瘦瘦的 穿着上衣应该是好像记得是深蓝色的 裤子是黑色的 穿乙鞋 然后呢她走路会有一点点 蛮矫健的啦 只是稍微有点驼背这样子 还不很严重 但是身材瘦小 和阿嬷感情胜毒的孙子杨太昌说 阿嬷虽患有轻度失智 不过身体仍相当硬朗 脚趁也快 她也PO出阿嬷当日的穿着样貌 透过脸书 请求相亲民众协巡 而负责侦办协巡这一起失踪案的凤林警分局 分局长林昆达也高度重视 出动复原及大幅警力来协巡 也呼吁民众若发现阿嬷的踪影 请述联系凤林警分局 希望阿嬷能够平安早日回家与家人团聚 记者时遇览 瑞瑞光复 采访报道